我们看看这一位 将军出家的绿航法师 是一个将军 是一个黄将军 俗名黄卢初 早年在大陆 他虽然是将军就学活了 就去拜见池州大师 就是刚刚大人老法师的亲教师 请他开示佛法 这池州大师看到一位将军 居然可以跪在一个出家事物的面前 来请问佛法 就很赞叹 就开示了一句 大家可以记住 熟处转身 身处转熟 这黄将军初学活也听不懂 就在请池州大师慈悲解释 这池州大师就说 您是将军 您对这些名利你熟不熟啊 哦 他说师父啊 我们整天动脑筋就在想这个事情 好 那你对修行念活用功 活里深不深疏啊 他说师父 整天脑筋在想功名利路的事情 当然对佛法就伸疏了 那池州大师就说 那你就把它转过来 要你不去追求那些功名利路不容易 你就把念头转过来 你的心思就放在念活用功 活法上 慢慢那些 你本来很熟的 这些功名利路 财涩名之税啊 你就不断自断 就生疏了 就修行就给你修成功了 后学期的这一句手处转身 身处转熟啊 对我们修行用功 特别是在家记事 真的是太好太好的修行开始 在家记事 这样子打滚啊 我们真是要提醒我们的心思 你的念头是在哪里 不然已经滚到深渊里面 自己无法自拔 自己还不知道 这黄将军啊 晚年就出家 他是很晚年才出家 所以我们台湾的肉身菩萨 慈安法是度他出家的 慈安法是也是很特别 他度人家出家 就希望说有一点岁数 他说你这样人生的经验 教育啊 种种 你都已经历练过了 你这样子要出家 你是真出家 你就不会再退了 不会再后悔了 不会再几分钟的热度 所以晚年毅然 度这个黄将军出家 乃至诚老师 在他的拳击里面提说 台中李老师能够来出家最好 他就是爱父啊 活法 希望活法有人才 有这样一个呼吁 那这个黄将军啊 他出家以后 他也是专修念佛法门 他有一本百日念佛的这个开示 大家可以看一看 大家有时候要稍微静驾的用功 稍微看一下人家过来人的 这个修行用功的这些方式 结果啊 这样子用功啊 越念佛觉得越念佛的好处 就是这么好的佛法 这么好的念佛法门 怎么可以不让人家知道 所以他走到哪里头大声的念佛 他是将军气力又好 丹田又有力 坐车的时候就在车上 公共汽车上 欧命头欧命头 人家他看他去的 是不是说是不是你小声一点 什么小声一点 就是给他们听到 就是要给他们落金刚种子 给他们种善根 看到这大声的念佛 就这样一个法式 往生的时候 一知十知 叫弟子敲钟 敲钟 集中 大家集中来念佛 住念住念 他就说 念了经上的经文 欧知十知 身无病苦 心不贪念 意不颠倒 佛极慎重 守直金台 来迎接我 这样子安详往生 而且庆幸 他有机研修 净土法门 终于有个 离苦得乐的机会 这是将军出家的 立行法师 之类员 恨